G10 Plus G就代表MPV 这款呢就是一个MPV G10 现在它有着做了升顶房车的 就是这一款 我们看一下 没做升顶房车的情况吧 先环视一周 G10有2.0T柴油机 也有2.0T的汽油机 有手动挡 还有自动挡 可选范围比较宽泛 采取承载式车身 前置后驱 它有六个螺丝 有六个螺丝的 好我们上车看一下 先上轮 它这个车很有意思 这里可以放东西 上来以后 有挺高的 MPV的坐姿 前边跟我的心全顺的感觉差不多 也是个AT的箱子 我把门关一下 这个屏幕稍微有点小 但是它这个密密麻麻的 是物理按键 这点我喜欢 现在很多车都没有物理按键了 这款车有 说明还是比较贴心的 触摸式的不方便 有时候呢 你声控还好一点 如果没有声控的话 太危险了 这个有一个手套箱 很很很深 其实MPV可以不要手套箱的 然后这有一个放水的 MPV不要手扣箱的话 我们可以从后到前前到后通透的 哦 这款车是没有天窗的 好 我们到后排看一下 哦 它这个值得站的是 它这有一个拉手 有一个拉手 你到后排看一下 这都是弹锁的 后排是两个独立座椅 MPV的老板椅 这个空间很好啊 这个空间非常好啊 可以轻轻松松做七个人没问题啊 嗯 嗯 2加2加3 哎呀 看这款车的人特别多呀 我好不容易坐上来了 这个包裹性很强 他这个难得可贵的是 他都有这个扶手 两边都有 看 两边都有 看到没 这个是MPV 一家人做的很舒服啊 后排还有一个独立的空调 口啊 都可以调节的 可以调节的 这点做的厚的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 前面 冷了 后面就不会 热 有的时候啊 你只有一个空出风口的时候 前面冷后面热 哦 我从 前面到了后边 你看 中间有个锅道 如果把前面的能取掉的话 最后一排到 驾驶位都很容易 外面下雨刮风的时候 不想下车换司机 就这样实现了 第三排坐的也很舒服啊 我坐的第三排了 第三排那个枕头呢 好像有点低 这个枕头有点低 能不能起来啊 能起来就好 哎 能起来 我震一下啊 起来以后坐了后面挺好的 包裹性很强 这个头枕呢 在车当中啊 非常重要 如果头枕不舒服啊 时间长了 有颈椎病的人很难受 就是没颈椎病的人 颈椎也很疼 就很累 颈椎一累 腰椎一累 人就很累 旅程就不愉快 这款车 头枕很舒服 哎呀 我发现大通的车 头枕都很舒服 窗户不能打开 第三排 但是呢 它有一个透气的地方 这里有个透气的地方 可以通个风 通个风没问题 也够了 所以说啊 买MPV 就能保证真正的七座 什么MSUV啊 什么家伙 七座难保 嗯